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上午呢 珍江大学育泉校区的机器人实验室里 有一场乒乓球比赛正在进行 其中呢 有两名运动员的身份比较特殊 我们一块到现场去观战 这两名选手技术都挺不错的吧 他们一个叫做雾 一个叫做空 身高都是一米六 体重都是55公斤 留着中式的瘦桃头 穿着中式的马褂 一看就是中国制造 他们俩是浙江大学机器人实验室 从07年开始的重点课题 仿真机器人感知控制高性能单元和系统项目的代表制作 它总共有30个自由度 四条索臂它就有7个自由度 它可以运动的比较灵活 运动范围比较大 整个系统的反应时间很快 30个电机的控制周期就只有一个毫秒就可以完成掉了 我们的记者也上阵和会发球的机器人空切错了一番 瞧空还真有两下子 时而正拍 时而反拍 而且不知疲倦 几个回合较量下来 我有好几个球都没接到 那首先我觉得呢 我们机器非常的聪明 而且它会很考虑对方的一些感受 它会尽量把球打到你好接的这个地方 还有呢它反应非常的快 而这一切的背后呢都有非常高的科技的含量 我们现在有一个预测 就它可能球刚刚飞出去 它就能马上把整条轨机给预测出来 在合作的情况下 它基本上的时候会比人少一点 这间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是研发运动更加灵活 反应更加快速的机器人